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肖李斌面对这些困难却显得游刃有余 两年之前他移民来到温哥华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快速融入社区 各项事业也顺利走上了正轨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高材生肖李斌是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 曾和国内几位国家工程设计大师共识 设计过不少大型的建筑项目 2018年他移民温哥华 担任一间设计集团的策划和设计总监 他追求个性化住宅的定制设计 特别服务于对生活方式 居住品质 文化水准 都有个性化要求的高端人群 其作品非常适合有东方文化气韵 又有西方现代派特色的商贸和家居领域 2019年他辞去工作 展开他自己的事业计划 我现在从事的最主要的事业就是把一些跟生活必需品无关的美学的诗画的这种生活方式带给这边的华人 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事业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呢 是我在做一些策展的工作 希望把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中国的一些陶瓷啊 工艺品带到这边来 然后介绍给大家 这样的话呢 大家知道这些艺术品还有这些工艺品 美在哪儿 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也在做一些品读的系列讲座 这些讲座呢 是 也是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些对美的理解 包括我们在这一次刚刚11月30号做的 美国大学建筑品读的这个活动中呢 我希望大家理解什么叫比例 什么叫尺度 什么叫公共的空间 标志性的建筑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希望呢 做一些个性化的住宅 这个个性化的住宅设计呢 就是跟我们平时想的那个普通住宅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区别就在于我们的住宅设计 是希望客户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跟建筑联系起来 而不仅仅说这个房子多奢华 或者这个房子将来会争执多少 而说这个房子跟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 怎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虽然萧里斌开始经营自己的项目才一年时间 但进展较快 效果很好 得到客户的赞许和推荐 第一呢 就是比如我们说的车展 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做两个大型的车展 除了这种一些小的已经做完了以外 一个呢 是江西文化中 我希望把江西的一些非微物质文化遗产 包括江西的各种跟艺术文化有关的东西 包括甚至一些唱歌 音乐 包括一些陶瓷 包括一些手工艺 都要带到这边来给大家做展示 第二个是一个叫陶瓷 景德镇陶瓷艺术展 那这两个展呢 应该是都是双年展 单年做一个 双年做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品读系列这个 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已经在做一些这样的讲座 做完讲座以后呢 我觉得反馈还是非常的好 听过讲座的人呢都觉得 虽然我们对建筑也好 对美学也好 原来的了解比较少 但是通过讲座以后 了解了很多的概念 知道怎么样去欣赏一个房子 知道怎么样去欣赏一个画 而不仅仅是说 别人说这个是个大艺术家 我就觉得他好 别人觉得这个房子是一个大的作品 我就觉得好 而是说 我能从这些建筑里 跟自己的审美怎么能联系在一起 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 而不仅仅说这个东西是很贵的 这是有区别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在这些讲座也好 策展的过程中呢 我也认识了一些人 包括这边的华人 然后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 积累了一些潜在的客户 他们呢 有的呢 已经是房子做了一半了 请我过去看了一下呢 我发现了里面的一些东西 确确实实跟他的生活方式因为联系不上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 就是他觉得原来想象的 跟实际看到的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将来呢 我要把这种 出现这种差错 尽量给在设计中解决掉 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呢 希望就是跟客户充分交流以后 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然后能够让所有的建筑的空间 跟他的生活能够匹便起来 肖里斌于1989年就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本科和硕士 2003年又回到清华大学读建筑学博士 拥有深厚的建筑学功底 建筑学是这样 建筑学呢 关注的是建筑的使用 我们说功能跟美学 就是它的美观程度 那么其他的我们要配合的专业呢 就是结构 是怎么把这个房子搭起来 它的那个不会倒了 还有呢 积电 就是整个在房子里面的电器呀 还有暖度就比如空调啊等等 还有几排水 所以有很多个 这边叫consultant的 跟我们要配合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房子 我怎么去用它 里面的空间有多大 空间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还有一个是 怎么让这个房子看得好看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 怎么用得好用 就是比如我这个卧室 你是坐三米乘四米的 还是四米乘五米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怎么把家具放在里头都合适 你是做个圆的还是做个方的 这是跟使用有关的 还有一个也跟美学有关 所以这两个东西 是我们主要关心的东西 肖里斌在国内经营 自己和别人合作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设计过八个大型图书馆 和博物馆的建筑项目 拥有高端的建筑设计经验 移民初期 他先是在一家房产公司任设计主管 设计不是无本之源 就是等于你随便就能做的 一定是要符合当地的规范 同时你要符合当地的生活方式 符合当地人的需求 还有他的爱好 所以我觉得呢 我不能一来以后 直接就去说 我就开始做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那样的话呢 有点就是你随便闯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了解 本地的情况比较好 所以我在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里 干了一年 接触到这边的设计市场 或者房地产开发市场 我觉得有几个特别大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 政府的运作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呢 就是说在这边做设计的时候 做规划 或者你在做小的 你的地块的规划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一个明确的guided line 有一个导泽在那 政府已经给你了 所以你不用去猜 也不用去说 我去摸索来试这个事 你就按照它的规定去做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需求 就是人的对生活方式的概念 跟国内也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东西呢 更多的是 每一个人的需求 都有可能会有区别 所以我们即使在做开发项目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说定位在某一类客户上 肖立斌还致力于工艺事业 常在一些社区活动当中 推出不同形式的东西方建筑和文化展示活动 分享建筑 园林和景观设计 普及美术知识 起到了推广多元文化的作用 每家人都在这条 很下纵了